香港家书 美儿同学 私隐专员公署 接获不少有关套取市民 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 由今年1月至9月 公署分别收到 490宗和21宗 有关套取市民 个人资料作诈骗用途 的查询和投诉 当中例子包括 无形卫生防护中心人员 声称市主感染 2019冠状病毒病 或者因为接触确诊者 而成为密切接触者 需要隔离 从而套取个人资料 无形公安 骗徒能够说出市主的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 其后声称市主 曾经走私疫苗 或者洗黑钱 并且将电话 驳自另一位假冒公安的骗徒 从而套取个人资料 无形促递公司职员 提供一条 与这个促递公司网站 相似的连结 要求市主 提供去的住址 以派的邮件 并且先为邮件付款 然后收集市主的信用卡号码 和姓名等资料 有件最近透过 艺务电话 电邮 或者短信 有片个人资料的个案 有所上升 私隐专员公署 在9月中 已经设立 个人资料 防骗热线 34236611 处理怀疑 有片个人资料的 查询或者投诉 截至9月底 公署透过热线 已经收到67宗的查询 我们欢迎市民 继续透过热线 联络我们 让我们可以协助 去你防骗 市民若果发现 去的个人资料被盗用 并且涉及刑事罪行 也都应该尽快报警 要令骗徒痴难而退 加强市民保障 个人资料的意识 同样重要 私隐专员公署 积极进行多元化的教育 和宣传活动 例如 举办公开的讲座 校园和社区活动 派发刊物等等 最近也都透过不同的平台 推广防骗提示 提醒市民 切勿轻信一些来历不明的 电邮 来电 或者手机短讯 历龙 2022年10月15日 undo 2023年10月15日 Кто